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帶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范英華 我是確定泰 好 定泰哥 今天我們早盤震盪震盪之後 現餐又給他翻紅了 目前的指數來到9161點 小漲了11點 等一下還有更完整的收盤數字 要提供給大家 但今天的台塑化 輪到塑化開始發病 今天台塑化 目前的漲幅將近有4個百分點 可是盤面上 在今天OTC的部分 似乎表現得有點差強人意 這個指數怎麼越走越低 尤其在很多個股的部分 之前強勢股 現在都紛紛回答 今天跌幅還蠻重的 大家說這個盤到底在搞什麼鬼 不是說要92共識9200點嗎 今天反倒沒有看到的情況之下 個股修正幅度挺重的 應該如何來判斷一下 好 今天最高點 蠻好的數字 叫9168 9168 9還一路花 一路花得很久對不對 那就好像大家講92共識嘛 我想問逸華92共識什麼意思 9200嘛 都看9168了還差30幾點 你一定要這麼拚嗎 這不是要講何道理吧 你昨天沒有拚啊 你上個禮拜也沒拚嘛 我看融資都沒有增加就知道了啊 你上個月也沒拚啊 你都沒有拚到現在了 你去追高人家套給你 是不是 那剛才逸華已經講得很清楚嘛 對不對 貴買不太好 對 貴買不太好 怪怪 我昨天還講得很清楚喔 我再講一遍喔 貴買三大主流 一個什麼 升級 一個太陽能 一個IC設計 那我昨天就舉例給你聽啊 一個這個升級股 今天加重跌勢 老婆看有沒有 貴買的這個這個升級指數給大家看一下 我最好呢 拿著 如果沒有的話 等一下也有啦 升級股 來看一下這些升級股 偉大大家最喜歡的升級 這是升級指數 頭部出來破線 這樣對不對 你看那位置嘛 頭部出來破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頭部出來破線 整個頭部都出來了嘛 你不要當它是什麼東西 當它這一檔股票好了 你應該是這幾個月來做 是沒有賺錢的 這樣對不對 就這幾個月都在那邊繞嘛 今天破線嘛 你看看啊 4129的 聯合股科 看一下 來導播有沒有看 哇 看一下日K線 這很醜耶 這頭部是出來了 比如說你再往前面推啊 三四個月以來 你是賺不到錢的耶 4107 邦特 有沒有這個要命啊 這個在一個月前就跟你講 這個股票要出問題了 一個月前你看160幾 這樣140幾了 你看頭部出來 3205的 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股票本來跟中國股市有連動性 居然有人幫忙出貨 倒出腿 主力出貨就是這種出法的啊 拉上來兩天你一追高 出量就全部倒給你啊 倒到現在200 那個高點218塊 現在151 三成不見了 又三成不見了 那剛才技術面大家也看到 你把它再縮小一下 長期大走空嘛 我幾乎天天跟你講這張股票 長期走空嘛 來再來看看 這是生技股 泰博來4736泰博 泰博 來放大到這邊 頭部也出來了 你這幾個月也賺不到錢 所以恭喜投資本好在你沒有進場 你不要聽人亂講 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我說國際股市的生技股是長線大空頭 我過去這兩個月啊 到處去演講 北中南去演講 都是在講生技股是長線大空頭 你看兩個月前的高點 你敢賣掉的話呢 你看現在是什麼樣子 這都很重要 第一個生技股掛了 生技股掛了 我也說過太陽能你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這個英國央行還在寬鬆 所以英鎊勢必繼續貶 那你這一兩天有看到美元轉強 美元最強你轉強就轉強了 美元轉強如果你要注意 萬一日元也跟著轉強的話 你賣就賣比較暗的 這是標準的 然後美元轉強 黃金也跟著轉強的話呢 你運到賣要賣幾個暗 這個要知道 那我說英鎊貶貶勢不可一二 看來是一定要貶的 那歐元 歐元那個1.0幾 1.1那一塊破的話就很麻煩了 所以因為英鎊的走貶美元的轉強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再交替一下 歐元勢必要貶值 所以太陽能爆價會持續的掉 我講這個東西講兩三個月了 這兩三個月對我來講只有做空太陽能 沒有做多太陽能的到底 大家有沒有聽懂 好 三五一四 來看一下三五一四 現在大家都說太陽能第二季業績好像不好了 第一季說很好 第二季突然間不好了 為什麼不好 因為它跟爆價有關係 如果你以英鎊往下跌 歐元往下跌 太陽能的爆價怎麼會上台 看一下郁清今天早盤 你先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你看今天早盤還開高 然後再看看日K線 有沒有 掉下了 對 又破線了 這大家都在講的 生計太陽能掛了 你唯一的期待是什麼 在貴買之下期待是什麼 期待就是IC設計 那IC設計有一個很不好的東西 叫做8.299的群年 對 第二根跳空跌停 今天還實施庫藏股 對 因為實施庫藏股只有1千 它算起來可能1千多張而已 1萬多張而已是不是 對 因為它昨天鎖了3萬多張 它好像實施1萬7千張的樣子 對不對 還是7千多張我忘了啦 因為它應該是7千多張啦 它好像是7千5百多張的 這個庫藏股 我想起來了 7千多張結果昨天鎖3萬張 對不對 就清一家就不夠 我拿去打課是不是 群年這樣 今天又鎖了2萬多張 那為什麼群年是比較麻煩 可能易法你還搞不清楚 我們從它講的內容當中的話 它這個情況是2008年 金融崩暴過後 就牽涉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查起來 會比較麻煩一點 雖然說我們他的動作是垂胸頓足說 一點安撞一點安撞 他說是真的 真的不知道 這還要查啦 因為時間蠻久遠的 這也牽涉到他的會計 如果我所看到 好像從2008年到現在 那這會計也有問題 是不是 會計師也有問題 所以連續兩根跌停 那它是IC設計的重要的 我們再來看 貴買的權重股 叫做世界先進 看一下世界先進 今天跌得很重 世界先進 財報很好 導播讓我們看一下世界先進 財報很好 前一天就開始跌了 但是他昨天公布財報跟你講說 下半年看法非常保守 財報很好 這個是好公司 他敢講實話 那世界先進很重要 因為它是上貴的權重股 所以今天上貴為什麼跌那麼重 所以你的IC設計也要小心了 好 那因為這個 我們講一講 這個最後 這個上半場最後的話 還是要讓投資朋友 注意一下我們跟大家講 待會 導播幫我們照一下 請你留意我們廣告當中活動的資訊 好 現在趕快把時間交給這個易华 最後面指數的部分 是往下壓的 今天是壓尾盤 最後指數收在了9155點 就是小漲了4點 那麼在今天量的部分只有788億 今天的指數 雖然說盤中表現一度想要 重振雄風再度來創下 這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但是很可惜 最後面還是呈現一個小漲的格局 沒有辦法有效的 再度的往上來衝刺 那麼很多的個股 剛剛也說了 今天跌幅比較重一些 後續行情怎麼來分析 等一下我有更多的剖析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華信投顧 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 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 策略選股 華信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契機 專業 誠信 負責 致付專線0223923988 2006 比賽奧運 一起為台灣進而加油 插畫界的諾貝爾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50周年展 首度官方授權 全球首站在台北 世界頂尖插畫作品 萬中選一完整呈現 集結20個國家300件創作 看插畫 讀繪本 玩創意 揮開想像的翅膀 一生必看經典之作 齊聚台灣 今年暑假 帶您進入世界插畫最高殿堂 精彩可奇 不看可惜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50周年展 中正紀念堂盛大展出 為了擊敗強敵 拯救家族 展開不同凡響的冒險故事 我們現在要走 我會支持你 哇 當我們變得強勁 世界會變得更危險 你有沒有說什麼 我勸勸你不去死 我勸勸你不去死 不 庫保 魔閒傳說 8月18 冒險展開 今天告全新服務上線 等我給送888 交費滿千 再抽18888 紅衣金獻折獻比賺翻天 洗衣機 保養魔部 賺8元起 咖啡因洗法路 190元起 夜皇宿電競 下差58折 有氧龍舌江南 特價72折 更多優惠 盡在電電高 全民抗奧運 教育部體育術邀請你 一起為台灣選手加油 歡迎歡迎來到台股新攻略 今天很多的個股是稍微跌比較重一些 謝謝丁泰哥應該怎麼來分析這個現象呢 好 剛才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理由我們廣告當中活動的訊息呢 有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為什麼廣告當中活動訊息呢 這禮拜我們又要出去跟投資朋友見面了 那我講任何東西都是憑著我的良心 包括我跟你講太陽能 現在當然沒有人會講太陽能了 應該沒有人了 現在大概也沒有人會講生技股了 當初跟你講那都是什麼小英的政策大波段的操作 現在沒人講了 沒人講了 現在的這個多頭的分析的話呢 就是叫你盡量追高 因為真的不追高就不叫多頭了 所以會盡量只要漲上去叫你追高 強者很強追高 我跟你講我二十幾年經驗 這一段時間是我們國內的業內大戶最爽的時候 為什麼 他要出貨了 你沒有幫他喊一喊 要怎麼把貨倒出去 我從投資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懂 我們股市有一句話叫做買股票是徒弟 賣股票才是師父 你手上你最近是很衝動 一衝動就有人把貨倒給你 為什麼你會衝動 九千多了 九二共識 對不對 然後強者很強 過高要追 這個很重要 是不是 全數套牢 我講空絕對是有道理的 整個市場上 現在所有的頭部界好的 最擔心指數掉下來 因為就會被我嚴重 因為全市場只有我在講而已 而且那麼多年我在市場上 我算市場上老一輩的 那麼多年市場上投顧 年輕的年紀大都知道我很會講空 講空到時候暴跌是很麻煩的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 所以講特會很害怕 那你講多你講得很害怕的時候 又收不到會員 那只好叫你去追高 過高趕快追這樣子 這個現在只有這樣子 因為我說過我們講的是統計資料 結構上統計資料是不對的 只有7%的股票是在過高的 好一樣 來GDP 美國GDP是腰斬的 你看GDP基本面是很不好的 結果因為不升息 所以資金行情 基本面越爛就資金行情 資金行情就是讓主力 所以全世界貧富差距非常大 所以未來的一個風暴下來的話 是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 川普會不會勝選 這個都跟全世界保護主義出來了 因為貧富差距太大了 因為你量化寬鬆的錢 都給有錢人拿去 像這樣炒作股票 那沒有錢的存一點錢想要做股票 對不對 他一進場就套給你了 這叫資金行情 好 PA這不用講了 美國GDP 繼續 好 太陽能掛了 風力發電也掛了 PA早就掛了 你還搞不清楚 奇怪了 PA怎麼掛了 美國只有蘋果在漲 美國的蘋果概念股是一路在跌 你會說老師 人家說蘋果漲 蘋果概念股漲 就沒有 蘋果概念股在美國股市是跌的 蘋果在漲 它漲的不是蘋果這一塊 所以月存的蘋果 你看今天再回去看凱勝 第二季營收多差 你看陳宏 可成被降頻 陳宏是因為跌太深了 來 這個主力拉高出貨的族群 會不會是生計 生計很慘 你不要以為沒跟你講 半年報告公佈了 你要怎麼選股 好 來 活動的範圍來看一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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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範圍幫我們看一下 幫我們看一下 好 觀念就在這邊 活動範圍注意一下 好 那麼國際股市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略略看一下國際股市 現在最近到底怎麼樣 事實上國際股市也停下來了 也停下來了 我突然想一下 英國央行 這個降息 量化寬鬆 日本央行 寬鬆 擴大財政 然後美國不升息 你這個是好像能夠看的東西 題材都講出來了 總就要回歸基本面吧 好 那這個都沒有什麼變化 你看都是0.1 0.1 基本上是沒什麼 連非棒也是0.1 那你注意 美元又來到96.2 97 98上去是98大關 一旦過了98你不用想的 資金行情正式結束 因為這個因為每一轉強資金就抽走了 那最怕是美元 你看美元轉強 那歐元1.1了你看 歐元1.1了 你看這裡看到 這個英鎊是1.30 上一次是看到1.28 跌破1.29 所以1.3不能破 要注意喔 還有你看那個運輸指數根本都沒有動 照理說運輸指數要更強 強於道窮才叫做領先指標 他都沒有動 都沒有動 其他部分都變化不大 那油價稍微反彈一下 因為這個歐佩的有點想要開這個會議 有點想要抑制讓這個油價不再大跌 那個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那美國股市當中的變化都沒有 都是我一路跟大家講 你看到的是蘋果漲 昨天到108 110個大關 那其他的平概股 什麼藍寶石 基板 觸控 還有這個TDN 這個PCB 在美國股市都不怎麼樣 甚至還在走跌 所以你看東西只看一半 不對啊 你要這平概股趕快去買 因為為什麼 當然PCB例外 國際的PCB大漲倒是在拉 就是說台俊那一些的 其他平概股都很差 美國觸控什麼平概股 Emerging什麼 新思都一直在大跌當中 都大空頭當中 美國的生技股也是大空頭當中 這一些都在跌 因為我的軟體裡面都有 我那裡都有 那所以你看到這個蘋果在漲 所以蘋果概念股要漲 是這樣嗎 它不是漲那一塊 所以你不要 所以你不要東西啊 到這邊的話我還是講 不要只知道一個皮毛而已啊 對 不要只知道蘋果漲跌 哪一家財經台底下跑馬燈 沒有看到蘋果的漲跌 這個會不會太low了一點啊 蘋果漲所以平概股 會不會太low了一點 這我還是要跟你講 你要知道 美國蘋果現在漲的是 它未來的一個取向 甚至可能是未來新機 可是問題是新機上是不看好 甚至他如果新機要降價求售的話 供應鏈要砍單 砍價 所以他都沒有想過 蘋果漲啊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個這樣不行啊 投資產這樣不行啊 你都在亂做 對嗎 看著黑影子就開槍 你看那個5264的凱聖 那個平等大普橋 這樣你等一下都要注意一下 好我們麻煩一下 一華跟我們講一下指數 在這個指數的部分 期貨市場尾盤也是壓下來 而且在電子企業 甚至是翻黑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台指期呢 最後收窄了9118點 幾乎是回到了平盤附近 只小漲了2點 那麼在電子期呢 一舉往下跳就翻黑了 372.7來作收 那麼小跌了0.08% 在金融期的部分呢 也是尾盤突然間擊殺 988.6來作收 最後的這個漲幅呢 壓縮到了0.12%左右 好 監櫃買指數呢 跌的就比較重一些 下跌幅度呢 是超過了1個百分點 指數來到130 10.58的一個水位 好 極限貨呢 今天這尾盤同步的都是往下掉 丁大哥 真的是已經高檔出現危機了是不是 早就危機了啦 早就危機了啦 早就危機了 早就危機了 因為投資人 你一直看那個指數 指數因為外資 只會一直創高啊 外資今天台積電頻頻啊 紅海頻頻 他就趕快去弄一個6505的什麼 台塑化 外資是為了指數啦 可是這一次都不是投資朋友的 投資朋友你自己想一下 來到9000點照理說指數變慢 按照市場上的分析啦 指數變慢 那櫃買這個上櫃的應該急拉 然後大單再敲啊什麼的 因為大家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沒有啊 櫃買還跌的比較重 這個我這我不要怎麼解釋 因為 公關朋友你怎麼 你怎麼這麼好騙啊 主力高興的 這個高興的做夢都笑出來了 因為這樣他櫃買一些股票 就可以倒給你嘛 是不是 你也拜託一下 所以這個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因為資金行情的效應 事實上現在只有外資還在玩而已 好 蘋果 我看一下蘋果 蘋果確實是有漲 也因為這個利基點的話 那一些主力大戶的蘋果概念股跑得很快 因為國外只有蘋果在漲 蘋果的供應鏈都在跌破底 我剛才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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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已經有了嘛 都在跌破底 然後你只看到蘋果在漲 誰也看到那個 跑馬燈 你跟他跑馬燈也有嘛 就知道蘋果會漲跌啊 對 每天都好像 好像撿到保一樣說蘋果多好 注意哦 日圓也是一樣哦 日圓找到 以最近的這個情況 日圓找到貶值了 大概這個扮演頭部 扮演頭部 這個都還是算比較冷門的 像艾普啊 有沒有聽過艾普 這個上櫃 上市櫃之後現在這樣啦 因為這裡上市櫃 現在這樣 那一百公里算八十 一百零二算到八十 頭部做出來 這一兩根一根破線 我還是看到有人在講這種股票啊 出費剛好而已啦 不不把貨出給你出給誰 對不對 九二都到了啊 你還在買 不把貨出給你出給誰 你還在強著很強 那我拉上來股票就是強嘛 不倒給你出給誰 對不對 蒙利 今天在破線 這一段 大家都在喊 這一段大家都套牢 然後呢 這一段就沒有人敢講他 今天再破 再破 好啊 為什麼呢 再笨了也知道量價結構往下造 這一根出大量 所以我說過嘛 高檔出大量 不把貨倒給你 倒給誰嘛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強者很強啊 強者很強啊 是不是 不把貨倒給你 倒給誰 申科 有沒有 第三根 有沒有 你不要小看這三根哦 因為他 你在這邊 這一段的阻力啊 我 我寫過一本書叫做阻力的出貨方法 這一段阻力在吃貨 這一段 這邊開始就在出貨 那出的最高高性的就是這一塊 因為寶可夢 這懷孕就不會有了 我們照記憶點到這裡 照記憶點了 你看 爆大量流上引線 然後再爆大量 爆大量 出給你 三天啊 掉了快兩成 來我往這邊照一下 有沒有看到 就倒給你的 不倒給你 倒給誰 是不是 不倒給你 倒給誰 你想就知道了嘛 你為什麼要衝鋒 你怎麼想到要去買生客 爆量那麼大都買到最高點 為什麼強者很強嘛 有沒有 有沒有突破嘛 是不是 恭喜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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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貨了 就出貨了 來 浴巾了 今天又破了什麼 明天就要挑戰這支 這支破了 大頭部又出來了 太陽人我說過嘛 我說啊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股市是一種良心 良心事業啦 你不可以說得多好 我現在拖一堆 沒辦法處理也不對啦 人家說實在啦 白煙 看我們知道 這長線大空投的技術面 這是長線大空投的技術面 每一階段的反彈 都是主力爽的時候 還有人要來吃嗎 倒給你 還有人要來吃倒 那是長線大空投 這個基本面本來就出很大的疑慮 你至少要知道這個觀念 百元生技股 來 邦特 頭部 恭喜喔 這大頭部 這幾個顧位 都倒給你了 倒給你了 邦特 看我們軟體的邦特 看一下我們軟體的邦特 有沒有 軟體找在165以上空 165以上反手做空 今天看一百一百十幾的 一兩層這樣就不見了 大頭部又出來 這個都是相當主力的生技股 相當主力的生技股 就直接套給你了 百元也是啊 聯合骨骼 有沒有 聯合骨骼大頭部 有沒有大頭部出來破線 大頭部之外 太薄 那明天準備明天破線 今天還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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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朋友朋友 有沒有 我已經講很多 講好幾天喔 你從太陽人都慢慢的印證 你現在睡在IC設計 不然IC設計才有機會 沒台沒一百二九十幾年這樣 沒台沒一世界先進這樣 我看你皮皮比較暗 良心 股市是這種良心 真的是啊 反正逃命點在哪裡 你一定要知道 還是那一句話 這兩個 我這幾天一直在講它 而且我說這是常識 這有基本的專業 我說過嘛 國際的生技股是常見大空投 你一定要去做 你自己風險就來了 我也跟大家講太陽人看報價 半年前的報價就開始出問題 因為歐元一直在殺 在扁 那歐元一直扁 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英鎊扁得更兇 準備要還有兩層到三層的扁值空間的話 那歐元更慘 歐元就被他拉下來 所以報價更差 群聯注意喔 我說把人投進購我二十幾億套在裡面 那每天跳功跌頂啊 每天跳功跌頂啊 投進只好去砍別的股票 砍什麼 砍這種股票 今天破線 要去砍這個 核數啊 高檔剛好可以賣 紅捷科啊 紅捷科 有沒有看到 趕快要破底啊 破底 報大量有人接 你不要做夢了 金電 利多已經出鏡了 注意一下喔 注意一下這一些 我跟大家講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股票 你不要還是繞在這邊 每天漲停板的那一些 待會兒你一定要留意 我們廣告當中活動的訊息 還是一樣喔 這個禮拜非常重要 首先兩個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講 苦口薄心 股市良心 升級太陽能 那下個禮拜 我們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IC設計 開樣子也快掛了 大家注意一下 指數還在漲 可是那種結構出問題了 你的升級太陽能先注意一下 下禮拜大概就是 就是IC設計了 這輪跌 輪跌也就輪空 輪跌也就輪空 當然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禮拜 待會你要看我們廣告當中的訊息 這禮拜我們有重要的活動 我希望投資朋友 打起精神來 你這段時間是賺不到錢的啦 但是你做空的話呢 9000點以上 跟著我們一起來玩大的 指數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了 好 我們會很有這個順序的 幫大家做這樣的分析 那下一個主力大幅拉高出貨的股票 會不會落在IC設計 升級太陽能就不用講 已經掛了啦 你在半年也知道 半年報公佈之後 有一些地雷就跑出來了 好 這個活動範圍 活動的範圍 跟我們廣告當中活動的資訊 你一定要趕快做一個參考 謝謝大家 好 今天YC在情貨的籌碼呢 已經出來了 還是騙多操作喔 加多了2372口 方便的行情呢 持續鎖定台股新攻略 那麼更多的分析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了 掰掰